果然一大早上不睡懒觉有惊喜 今天在花园里看到这个百合第一次开花 真的是非常的美呀 这颗百合能够开花真的是一波三折 非常的不容易呀 那还是两年前的某一天 我到Sherden Nurseries去Luda的时候 看到百合花打三折 你看价格这么便宜 当时我就动心了 于是就拿了两袋 一袋里面其实只有一个球 一般花会开始打折的话 就是说明它已经过了最好的种植季节 那么百合打折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记得当时好像天气已经比较热了吧 并不是种百合的最佳时间 买回来以后呢我就立刻把它种下去了 当时种的位置也不算太好 就是靠着这个围栏这一角 种下去了以后 当年它长了一个芽出来 这颗芽呢非常的弱小 后来的枝条呢也比较细 当年并没有开花 我肯定就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年 等到它开花了 第二年的春天 它果然发芽了 虽然枝条也不是很壮 但是还是不错的 但是没过多久 就不知道是被松鼠呢 还是兔子给我起根的咬断了 那么这一年就又没有花开了 这样就到了去年的春天 当时种的两个球 发现就只有一个球发芽了 另一个就没有了 然后同样的事情呢又发生了 就是不知道是兔子还是松鼠 把它又给起根咬断了 看花的希望呢就又破灭了 好在去年的时候 我买了好些重拌的东方百合 所以倒也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 今年的春天 我看到它也发芽了 但是因为有好几年了 都没有看到花 所以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直到今天早上 看到它开花了 才发现它是如此的惊艳 真的是好美丽啊 然后我就去把它的花牌 给找出来了 来看看它的名字 Red Dutch 红色荷兰 牌子的右上面写的是Fragrant 说明它是有香味的百合 但是今天我还没有闻到香味 可能是今天刚开的原因吧 而且今天又是个阴天 还没有出太阳 我期待明天能够闻到它的花香 花牌上面还写得很明白 它是由Oriental Lily和Trumpet Lily 杂交的 也就是我们中文里常说的OT百合 OT百合就是东方香水百合和摄香百合 又叫喇叭百合的杂交品种 应该是兼具了两种百合的优点 是非常好的品种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个OT百合 红色荷兰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开花 非常的开心 所以专门做一个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May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点个关注 谢谢